马太福音第二章 当西律王的时候 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 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鲁撒冷 说 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 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 特来拜他 西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 耶鲁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 他就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 问他们说 基督当生在何处 他们回答说 在犹太的伯利恒 因为有先知记者说 犹大帝的伯利恒啊 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 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 要从你那里出来 牧羊我伊色列民 当下西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 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旧差他们往伯利恒去 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 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 忽然在他们前头行 只行到小孩子的地方 就在上头停住了 他们看见那星 就大大的欢喜 进了房子 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 就俯俯拜那小孩子 揭开宝盒 拿黄金 乳香 墨药为礼物献给他 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 不要回去见西律 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他们去后 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 说 约瑟就起来 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 住在那里 直到西律死了 这是要应验朱介先知所说的话 说 我从埃及 照出我的儿子来 西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 就大大发怒 差人将伯利亨成礼 并四敬所有的男孩 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 凡两岁以礼的都杀尽了 这就应了先知一厘米的话 说 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 使拉杰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 因为他们都不在 西律死了以后 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 说 约瑟就起来 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 往以色列地去 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 已经死了 约瑟就起来 把小孩子和他母亲 带到以色列地去 只因听见 亚基劳接着他父亲西律 做了犹太王 就怕往那里去 又在梦中被主指示 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 到了一座城 名叫拿撒勒 就住在那里 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 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话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